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个 我们现在谈 图片 知习战不是图片 基因图片 什么时候会基因图片 呃 图片 鬼 有人猜猜 自己的都猜猜 自己感觉 什么是基因图片 图片 感觉起来 不像是理想的 不像是理想的 適应环境 不像是理想的 不像是理想的 然后刚 猴子说 为了適应环境 改变了自己 一天 前几次 前几次 核爆 什么 还有什么 核爆 蛤 你刚才说核爆的 核子 核能 污染 50米 还有呢 污染 污染 你讲的污染 什么污染 生化污染 生化污染 还有呢 生化哪里什么东西啊 生 生物 化是化学 生物 生物 可能来讲很多不同的细菌 很多细菌 攻击 或怎么样 化是化学污染 比如一个很酸的环境 酸雨 下雨 或者酸雨 就是这种污染 生化 就是化学污染 有没有 可 成为人类的好友 有没有人长肿脂肪 人长肿脂肪 但是后面再讨论 突变还是什么理由 它有什么原因 你猜一看 老婆萱 猜一看 它什么原因是会突变 它什么原因可能会突变 往旁边 叫我冷 我要多长点毛 蛤 你要多长点毛 你要多长点毛 所以你会说什么 冷的关系 冷的关系 所以可能会适应环境 之后就不怕冷 冷的关系 要适应环境 所以不怕冷 要不然只多一方 多长一点 但是 我其实你才知道 冷 我其实想要讲一个东西 就是环境的改变 这个环境的改变 不是生物的影响 或是化学的影响 而是环境的改变 比如 天气变得越来越热 或天气变得越来越冷 或是天气变得越来越干燥 或天气变得越来越湿 都是这种改变 环境的改变 它有什么原因 它有什么可能 想想看 突变 为什么突变 进化 哇 草泥哪 进化 羊草 闭嘴 像2D这么草泥 进化 还有勒 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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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退化 进化或退化 哪有编 退化 进化或退化 可是大部分突变都是进化 进化 不太好 有时候进化 有时候 大部分会叫做突变 有叫突变 比较进化 这两种不一样好不好 想知道小学 还交一起 好那摄影机 要不要起来给摄影拍一下 一把 好了 好 好 回来了 谢谢 新把 那出口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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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口荧幕 会吗 这样 刚好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在里面 我 看你 好啦 这样好奇葩 好啦 大家突变不太好 有人说 突变大部分都太好 我不要玩 我不要玩 为什么 会不搭 大部分都不搭 因为我要说突变呢 就是突变 突变 变成身体 突变成另外的东西 OK 这是做一点事 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的啦 突变 突变多一只手 突变多一只脚 下面多一只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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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人的说法 突变的说法 那突变有没有别的说法 如果说就你这样去选手 知道科技 有不同的说法 突变 呃 我们看 对一位啊 有时候很有可能 好的 OK 对 对 我们把突变 把生物这个突变 放到所有的科学 这件事情好了 您所使用的 您所使用的器材 您所使用的工具 有没有什么东西 要做突变 说说看 他为了 这罐饮料 他为了节省成分 是 都会加了一些化学 他把罐子变小 把罐子变小 把罐子变小 对 那个超贱的 他这是大家还问 然后说又是圆的 然后说他 这算突变吗 这算突变吗 这算突变 这算突变 这就是突变 这是什么曲线的 这就是有些突然变成的 这就是突变 取线杯 可乐也是 他以前这种形状是 乳 柔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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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是什么曲线 你说饮料的部分是 饮料杯子转换 有这样的什么突变 这是突变 有这样突变吗 我们刚刚讲突变 突变是突然变化 突然变化 突然变化的话 它变成不一样 这样的杯子突然变成不一样 因为它变小了 变小了 变小了 变小的目的是什么 节省成分 节省成分 为什么要节省成分 为什么要节省成分 因为这样还可以赚更多 可以赚更多 然后勒 它价格变贵了 价格相对变贵了 因为它公司还有什么好处 赚的比较多 赚的比较多 为什么赚的比较多 为什么赚的比较多 看的比较多 看的比较多 为什么他坑的比较多 为什么有人要被坑 因为他被坑 因为笨笨的就被坑了 因为笨笨就被坑了 因为有些人喜欢被坑 为什么他坑人大约被他坑 因为他 那时候我从白色想去买中饮料 这是一种原因 为什么他坑变 好 这家公司他做出一个坑人的饮料 所以他这家公司 坑变喔 好的 好的 好的在哪里 8瓶笨 他可以赚更多钱 他可以赚更多钱 对 每一瓶一定要更多 那有没有坏处 没有 喝着人可能会变少 喝着人可能会变少 对 对 所以公司要评估嘛 所以那或者是 一次把这么大瓶 变成这么小瓶 然后价格不必 一定是变得不好 对不对 可是一次这么大瓶 变成这么小 小一点点 你几乎看不出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觉 没有 可能你没有什么感觉 你还是继续买 对 知道有人说奇怪 我这瓶饮料 你以前都可以喝一整天 你现在只有半天喝完 他都斜580了 因为你今天特别渴 少了 少了70cc了 好大的标志 580 580 580 没有差很多 好 基因是一种基因突变 突变是一种突然的改变 突然改变 有些人说是不太好 好了 我们再想想看这么多的理由 这么多的一个状况 290毫无 我们再想一个事情 基因突变 像刚刚营料 营料的改变 是 这家公司主动想改变 还是被迫改变 被迫改变 这家公司被迫改变 为什么被迫改变 为什么被迫改变 因为经济 因为经济完全变 被迫改变 因为经济完全变 你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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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样讲 我们现在有好几家公司 有一家公司 他本来用的原料 用的汤都是做红茶 有一家公司 他用的汤都是做红茶 我们现在有新的材料 我们可以做一种叫做 烏龙茶 奶茶 可以把红茶变成奶茶 加那种东西变成奶茶 有一家公司 奶茶不够好 我们现在加珍珠 变成珍珠奶茶 对不对 好 那有一天突然 冬瓜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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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突然 冬瓜珍珠奶茶 叫冬瓜珍珠奶茶 对 坡霸珍珠奶茶 它做很多种 就是很多种 不同的 不同的生物产物 要做哪一天 就有一天呢 这个坡霸变箱 坡霸好像有株 坡霸珍珠有毒 哪些公司会突然生意不好 这坡霸珠奶茶 做珍珠奶茶 会把它生意变得不好 然后最后就有人 简单出看电视有毒 然后我们就不用看电视 我们就不知道东西不好 你一定想要说 所以这个 有珍珠的这几家公司 可能就一下子生意不好 如果生意不好呢 如果它的体质不够好 它的公司不够大 可能两天就倒地了 我看电视新闻说 它就混下去了 等一下 看电视新闻说 坡霸珍珠有毒 我赶快喝了一杯消消息 我发现我再也不看电视了 那有一些可能说 诶 经过检查 这个红茶所有的茶叶 有农药污染 那是不是红茶 你卖得不好 我再也不看电视 红茶卖得不好 红茶卖得不好之后 它有可能又关门了 因为它赚不到钱 一段时间这个 营业额太差 它赚不到钱 就可能工作关墙 所以你可能因为 这样的环境不然改变 就可能有些东西又活下 有些东西又活不下 那可能这时候 我是一直卖养药草的 这个影响也没影响到我 这样影响也没影响到我 我就养药草越卖越好 有可能 诶 越来越赚得越多钱 我就活得更好 对不对 其实生物也是一样 它的变化 你看我刚刚讲说 有人检验出有毒这件事情 是这家公司 自己想要被检验出来吗 是啊 当然是被迫的 是被迫的 所以大部分的这种改变 事实上是来自于被迫的 这种条件 什么样的条件 因为你可以在表面看看 又何的污染 生化污染 环境改变 这些都可能造成你的 基因在突变 因为我们就讲说 我们会得癌症 有时候会得癌症 我们得癌症的时候 事实上有时候是来自压力太大 吃的东西不好 不用尝试辣肉 尝试泡面 尝试 尝抽烟 好好吃喔 诶 最好给你 鱼医院给你们看 好 等一下再看 鱼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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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音频 и电影 这影片等好 不要看完 别吓一跳 鱼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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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音 抖音 不知道是不是你哪用 不知道你會抽 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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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們好了沒 抖音 知道更好 然後抖音 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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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 猴子 冰璟 手上有毒 這是一個 高中他們做的實驗 部分進有可能 部分進有可能 為什麼 他用的是豬的背 用豬的背去做實驗 這是吸塵器 吸塵器把這個空氣吸乾了之後 豬的背膨脹起來 這樣呼吸 呼吸了一口氣 呼吸吸口氣從氣管 氣管接著外面 這個塑膠管 就把氣給吸進來 這邊就放一個煙 所以他是豬的肺在抽煙一樣 我們把外面的空氣給吸 然後就從那個肺這樣抽進來 所以他開始吸塵器在抽煙 吸塵器在抽 你看 抽了一根吐氣 他呼吸在吐氣 他一口一個 蛤? 一口一個 那個肺比較難 他抽60根 他換了 有一點顏色 60根 放這音樂的目的 對不對 學姆科技兩 你肺炎 右左邊呢 是健康的肺 左邊是剛抽一根肺 才抽60根而已 他媽接口 他媽接口 哎喲 好可惜 這是學生做 我覺得不可能 就學生做 沒有一口一個 有一個是老師做的 但是他們這個中學的實驗 就是正常乾淨的氣管 他吸一口一根 對一口一根 然後這是豬的肺 他們真的都不覺得很噁心 噁心 可能有點噁心 他把豬的肺管給打開 你看裡面都飛不掉了 為什麼 因為那個 你那個 你那個 膠油啊 他卡在你的 這個卡在肺裡面 好 整個肺肉會掉了 可是最初一的男生 這肚子沒炸 也看不到 我最初一的男生 我最初一的男生 現在 讓我們初一看不到 所以 現在是讓你看到說 這個 是讓椰子對 你的肺子有影響 你這個 你這個膠油可以心跳啊 表面的可能可以 但是 enquanto腎上的脫商也就能心跳 你看那個 他刮掉了之後 它是晃晃的啊 他晃晃的 也晃晃的那個 你也聽過什麼 不用欲 而且你的肺子 可以 11 學會在水平 gehört 從頭白 從刀板 但先把這個器材 他們會覺得耳其 有感覺的耳其 是豬都會覺得耳其 先把切開給看 裡面都是那個 黑色的 新鮮珠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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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個位置 鮮珠塊 就是這個位置 最濃色的 棒 這是什麼 那個 剛剛你想說 一樣切下來 對呀,那牽下來呢? 就是吸了60根 後面拿來只有60根 但是可以一次吸60根 一口吸一根好像 一般喜歡創業的人 一天在吸一根 嚴重過有 使用吸燒一根 四十年共 好,煙槍齁 所以吸的 這已經是 六千根煙的 是黑色的齁 他為什麼要吸一根 十四萬隻 十四萬隻 鹽就鹽 好啦,OK 所以說,為什麼最後會有 骷髏頭 宣導短片 他宣導就不要抽菸 好,所以才對嗎? 好噁心 你就覺得噁心 我會喔,我覺得不舒服 好噁心 所以等一下會不會有 煙上嗎? 你為什麼不直接去看 人體的肺肉 人體肺肉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腌裡面可能有一些 可能它尼乳丁 事實上尼乳丁是一個蠻特別的東西 它會控制你身體裡面的新能代謝 然後 那腌不算毒品 然後禁止 腌不算毒品 然後怎麼不禁止 腌不算毒品啊 那為什麼不算 腌不算毒品啊 腌不算毒品 腌不算毒品就是不會禁止啊 為什麼他不是啊 因為他不會讓你癒 因為他的喪癮不像一般的 像海洛恩的喪癮那麼嚴重 然後海洛恩 你可能打了兩根之後 或吸了兩次之後 你就喪癮了 你沒有海洛恩會覺得 會難過到你小犯罪 然後你每次 你抽到電池 你不抽冤了 你就是喪癮 你不抽冤了 你不抽冤了 難過到小犯罪啊 那為什麼會喪癮 他實際上是海洛恩會裡面 一些成分 譬如像喝咖啡上癮啊 有人吃巧克力上癮 有人喝咖啡上癮 有人喝酒上癮 有人喝酒上癮 為什麼 因為當你身體你習慣到 尼古丁的比例的時候 裡面那個 他那個尼古丁 不是我說抽冤的 你抽冤超習慣的 你身體已經習慣到 尼古丁的比例 當原定開始不抽冤的時候 你那尼古丁的比例降低的時候 你怎麼會覺得很不舒服 我以前認識一個老師 他剛好去跟他朋友 他朋友是另外一位學校的老師 兩個教授 然後碰他一起 那個 我那次知道的教授 他是前人的基督徒 他以前抽冤後來不抽冤 所以他朋友就想到他家裡想說 啊 抽冤後來不要抽冤 他朋友被他說服了 就是好 我不抽冤 他本來是個老淹漿 他是個老淹漿 也是抽冤抽很久 他就說 他朋友剛才想不要抽冤 說好 我不抽冤 我應該也多得好抽冤 所以那個不抽冤 一個禮拜的 某一天早上 他突然就暈倒了 他突然就暈倒了 他快醒過來 都不看他 也不知道怎麼樣 所以這樣就突然去暈倒了 他在做事情 要準備上學 走在路上就碰 上學 上學 因為那時候他是去做 叫做博士做研究 就是一般來講 台灣學校的老師 博士 教授他們一段時間之後 可以去申請一年的時間 去別人地方做進修 他是申請一年的時間進修 就是去找他同學 他同學就是我的教授 去進修 那一年的時間 所以他準備要上學 他去學校 所以他準備去學校的時候 就在路上去暈倒 所以那一年的學校就不暈倒 所以奇怪 怎麼今天也沒聽到他打電話 不上課就突然不來 然後一聯繫才知道他送醫院去 就是突然暈倒 那非常危險 就是說 所以為什麼接一個人 如果說我是導演講 我要接他接尼古丁貼片 為什麼接尼古丁貼片 為什麼接尼古丁貼片 才不會暈倒 對他才不會暈倒 因為他尼古丁貼片 為什麼會暈倒 他尼古丁不夠 他身體尼古丁不夠 他需要尼古丁 對他需要尼古丁 但是你不要透過抽菸來給尼古丁 因為抽菸的話 給尼古丁 那個是一個習慣 那我們正常 抽菸的人會需要 你就不需要 你身體不需要這個事情 你身體不需要 那你因為常抽菸 身體的尼古丁已經很高了 而且他習慣了尼古丁 所以你突然沒有尼古丁的時候 他身體會受不了 就像常喝酒的人 他身體已經需要那個酒丁 他身體在血液裡面 那酒精成分 Halloween也是類似的 他是公平的腦袋 那酒精成分 他有一定的酒精比例 可是酒精比例太低的時候 他人就會發了 他受不了 他沒有關係 那如果有一個人 經常狂喝水 然後有一天他不喝水 然後就 死板就要 水應該比較不至於 會有這個影響 水應該比較不會影響 因為水的代謝 水的代謝比較轉 水的反應比較快 那酒精啊 或者是那個尼古丁 這時候是代謝的比較慢 他沒有辦法反應那麼快 所以我那個學長 我那個老師也是 他停止抽菸 一個禮拜之後 不用再整個暈倒 差不多一個禮拜之後 他說他整個禮拜 他不抽菸了 一個禮拜就暈倒 可是當他醒過來之後 醒過來之後 他就是給他 醫生建議他貼尼古丁貼片 他就貼了大概幾個禮拜之後 快就不用貼了 就好 就身體慢慢的 尼古丁慢慢低的 他慢慢 習慣了 適應了之後 我們剛剛講過了嘛 生命的現象 有一個現象就是適應 你會適應環境對不對 你冷的時候 你可能會像動物 可能長很多毛 或者長很多脂肪 你冷的時候 會像動物長很多毛 我是說有些動物毛 他生存到寒帶的地方 他長很多毛 會長很多脂肪 他房間會冷 對不對 會抗冷 那你住在比較 不是那麼冷的地方 你可能會比較光滑 皮膚上的毛比較短 不會那麼長 比如說長毛巷的毛 是很長的 一般的大象 住在東南亞的地方的大象 是身上比較沒有那麼多毛 這有差別對不對 好 這是適應環境 所以我們人身體要適應啊 你尼古丁很多 你適應那個環境之後 適應那個身體裡面的環境之後 你就需要尼古丁 那你如果說慢慢突然 尼古丁沒有了 他降太快 所以身體也受不了 好不好 那我們再回到突變 是不是突變 你受到一些環境的改變 我跟你講 你細胞正在分裂 我們是不是這樣講 身體上就是一個細胞的分裂 對不對 一個細胞變成兩個細胞 這中間是有一個過程 記不記得有什麼過程 細胞分裂為什麼過程 要把染色體複製 OK 染色體要先複製對不對 我們染色體擺一條 哦 分成兩分 對 染色體會複製成什麼 然後分這樣 再把染色體給分開 那染色體會變成這樣子 中間是 從旁邊那個把染色體拉過來 把染色體拉過來 把染色體拉過來 中間來染色體分開 藍色體會變成這樣子 對不對 被拉過來 被拉過來 染色體 染色體 染色體會被拉開 拉開之後呢 它就變成一個細胞 變成一個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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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為什麼要染色體 這是條件 我有看到為什麼要染色體 好像是因為它必須被染色才看得見 它必須被染色 所以說沒有染色的話 它不容易被發現 它不容易被發現 不容易被發現 對 經過染色之後 細胞經過染色的上 比較容易被看見 因為它本來就聰明 很零聰明的 對 是聰明 好 那我們這樣子 細胞分裂完整兩個細胞之後 這過程 假設看 在這個染色體被複製的過程當中 假設剛好遇到環境的變化 譬如核能污染 生物化污染 環境的變化 它可能在複製的時候 沒有複製的上 這邊少了一塊 或這邊多了一個 都是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這都分成兩個細胞之後 這個細胞就 就變得跟原來的細胞不一樣 就變得跟細胞不一樣 你說我 我現在有可能變成基因突變 我現在身體的經驗有可能突變 有可能 還有可能 有 怎麼樣基因突變 變肺 變肺不算基因突變 你可能 因為宜蘭又濕又冷 所以毛長多了一點 毛長多了一點 這個 一般來講 基因突變不見得是因為 為了失業環境 我們基因突變不是為了失業環境 你可能在核能工 那是為了什麼 基因突變是被迫的 就像我現在複製這個過程當中 譬如你今天要舉個例好了 你現在想喝水 那個榕給你喝水 譬如你拿起來喝 你拿起來喝 那我就一直干擾他 干擾他 他能不能順利喝水 他喝水能喝 對 我就碰他 他可以喝水 他不能順利喝水 好 謝謝 他不能順利喝水 他不能順利複製的時候 他複製出來的新的細胞 他就會怪怪的 那複製出來新的細胞 就會變得跟原來不一樣 喜歡這種過程是被迫的 還是自己想要的 你綿長起來都要殺尿 只有一天 你因為太趕 所以沒有辦法綿長起來都殺尿 你記得要殺尿 然後你的 我的什麼 我的膀胱 我的膀胱這時候可能 因為我尿很急 很脹 所以這時候膀胱再複製 有可能因為這樣改變 也有可能 但這種動物變化很強 有可能變化很暴 舉個簡單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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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身體的細胞突變 一個簡單例子是 有些人很喜歡去曬太陽 他如果剛好那邊 紫外線很強的時候 紫外線非常強 紫外線打到他身體的皮膚細胞 剛剛他皮膚細胞在做分裂 這時候可能就分裂出一個不正常的細胞 不正常的細胞 這個不正常的細胞 這個不正常的細胞 請問他會不會觸摸 這個不正常的細胞 是 有可能 這個不正常的細胞 是為了適應環境產生 還是背迫產生的 背迫產生的 背迫產生的 這不正常的細胞產生之後 它會不會距離生長 蛤 有可能 會啊 會啊 因為它也有染色體 它也有染色體 它也有染色體 它是一個細胞 它可以距離複製啊 對不對 除非它是最後的細胞 對 它還是被距離生長 除非它是最後一個被分裂出來的細胞 什麼樣最後一個被分裂出來的細胞 就是 身體所有的細胞對於分裂好 然後身上這個細胞正確快 然後就分裂了一半 然後呢 兩次就變那個 被那個紫外線抓到 然後就變 叮 然後它就變紫色的 DC 所以我給它乾 這個不清楚 你在講 我不太懂 它最後一個細胞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它就不會再 最後一個不會再分裂 就是 身體已經分裂完了 身體怎麼分裂 什麼時候身體會分裂完 老的時候 老的時候 應該是你快死的那天 你死的那天才會分裂完 那就沒反應了 那就是死的那天 最後一顆細胞 那就沒反應了 那其實也沒什麼影響 Anyway我們講一隻詞的時候 就是我講正常的事 可以聞一下曬太陽 我問曬太陽 我可能就會有 我可能就會有一個 所謂的這個 好 謝謝你喔 像我有一個朋友 我有一個朋友 他這邊手 他一開始長了一個 不知道什麼東西 他會癢 他常常摳 常常摳 常常摳 摳這種結痂對不對 結痂就又會癢 所以又摳到流血 那流血又解痂 又再摳 所以讓你經驗的業長 現在再隔一兩年之後 他發現 這邊變得一塊 你硬了嗎 為了不想再摳過程度 不是 事實上你想喔 在摳的過程中 是不是也在給他一個刺激 是給他一個刺激 所以這邊的細 因為他那邊在長嘛 他還癒合 癒合的時候 是不是身體會給他一種刺激 要一直分裂 一直分裂新的細胞 也就是你在分裂新細胞 就給他刺激 分裂新細胞又給他刺激 結果怎麼樣 那我們可以把身體的皮 削到一層 結果這邊的皮膚 把皮膚折成一層 這邊的保護自己喔 這邊的皮膚開始變化 這邊的細胞開始突變 欸 我有問你 如果我們沒有皮膚 那他會長回來嗎 一般來講會長回來 你皮膚如果有過皮的話 是讓他會長回來 那不是可以一直摳身體 然後身體會變超硬的 一定 可是那是好還是不好 好痛 像對他來講他病不舒服喔 他這邊的皮是會痛的喔 特別舒服 那醫生後來有跟他講說 有特別跟他請教說 你不要再摳了 你再摳肚 你身體會得皮膚換 那真身會很特別 所以像有些人受傷之後 譬如你要長結痂 譬如像我這邊 我這邊有個傷口 我也是看到骨頭 我這邊撿一刀 我的意思就是 我講的是皮膚真身 就是說 你受傷的時候 如果沒有去好好的保護 現在有一種叫做膠帶 是一種 像美容膠帶的細膠 他突然就讓他給你小壓力 然後他做很好的一個防菌措施 然後他透氣了 所以你貼上去之後呢 那種基本上的細胞 就長跟原來比較相近 可是如果沒有塗的時候呢 這細胞長出來 新的細胞長出來 比較粗出來 所以你看到疤痕嘛 一般這樣 你看到疤痕這樣 因為你新長的細胞 跟原來的細胞長不一樣 你說人工皮 人工皮 對人工皮 像有時候媽媽 他那個保護生長完之後 他的疤痕就是要貼人工皮 他不要長得比較漂亮 反正就會一條 像一隻蜈蚣一樣 長到這邊 蜈蚣是蜈蚣 你很會聯想 人工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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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在做突變 不是為了適應環境 適應環境是後面的影響 因為我們在突變 突變到底是好或是不好 是好或是不好 在哪邊 我們突變 不是為了適應環境 我們突變是因為被錯 因為這件影響被錯改變 但是是好或不好還不知道 有時候是好 有時候 譬如我身體裡面大腸 有個突變 我可能變大腸 我可能就很容易死掉 可是有時候 大部分突變的情況 是在 比如說污染的情況下 對 所以說當你的突變是因為污染 那突變出來的 比如說多了一隻手指頭 不一定是好的 對不一定是好的 突變不一定是好的 但是突變的結果有時候變得好 比如說什麼時候變得好 比如說你變成那個什麼 spiderman 那是一種 你腦袋變得大 那是一種太突然的突變 比如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有沒有聽過 鯨魚的眼花是什麼來的 鯨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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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鯨魚的祖先住在哪裡 鯨魚的祖先住在哪裡 住在土地啊 住在海上 還是以為那鬼真的在這裡 都會好 現在坐在海上 所有的生命 所有的生命 都來自這人海裡面 對不對 一開始的源頭 是啊 什麼 不過路上怎麼會有生命 你知道 就是 鯨魚 一開始就在路上 它就是在 XP 海裡面 鯨魚 雖魚 我們下一個看 為什麼路上不會有生命 我明天要解釋過 為什麼路上不會有生命 因為以前還沒有 陸地 是啦 陸地以前陸地還是有嗎 沒有 在恐龍出現之前都是細胞 有陸地只在水裡而已 我們講生命的生肖素對不對 生命的生肖素 水 水 陽光 空氣 空氣會提供氧氣 讓我們可以把一些物質做燃燒 所以可以說外星人就不算生命 外星人 劉過伊有這種事嗎 我們也是外星人 熊中 我們不是外星人 我們不是外星人 所以他們不能死在水裡 對 外星人會被我們嚇到 外星人 那個外星人說我們不是外星人 我們不是外星人 我們就發現是不是外星人 怪他 外星 你誇笑 你怎麼會講台語 黑心人 外星 其實外星人跟我們那樣地球 他看到出去他也通常是外星人 可是問題是 是他們來我們星球 為什麼他們會在我們星球 因為他們在找 跟你不一樣 常常來宇宙找外星人 宇宙找外星人 懂嗎 外星人 我們要去找外星人 是要往宇宙去找還是地球找 在地球找 在地球找 在地球找就不是外星人 你去攻擊球一定有外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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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 我不要 幹嘛 這才是空氣泡 好 洛 OK 欸 熊羽你媽媽不太難了 還可以三連發耶 人家 熱色疼 然後這邊就被HOW一動 這就比較屌 好 那個 威力可在 我們要講什麼 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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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停 我們生命的時候 陽光空氣水這邊 好 為什麼水很重要 水對生命到底怎麼重要 超重要 羊笨 羊笨怎麼樣 要排泄 羊笨要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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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排泄 我們要把熱色排出去 好 就在路易上 然後一開始的生命 就是單細胞生命 單細胞生命 單細胞生命 它沒什麼腳 它沒有一種 它停在這邊 請問一下 它看到那邊有一塊糖 它可以吃到 這個東西就是 這個東西就是 這個東西就是做的 那時候有人可以做糖嗎 它有啊 在那個時候可能只有一個礦物質或有個什麼元素在那邊 等一下 糖是礦物質對不對 糖不是礦物質 糖是什麼 糖是有積物啊 它是原式物質 那為什麼沒有玉米 那時候連生命都會出現哪個玉米 單細胞不是生命 剛開始單細胞生命它們會變成玉米 玉米是多細胞生物 可是我們需要一玉米 我們最原始最原始的時候 海裡面就是一團一邊海 這團陸地有海有陸地的 果糖玉米做的 玉米粉做的糖 玉米是雞改 有海有陸地 好了 這邊形成了很不小心形成一個小細胞 哇 企鵝耶 形成小細胞 那這個細胞 需要哪個細胞容易獲得它的食物 氣餌就是耗魚 哪個細胞容易獲得食物 上面有食物 全的耗魚 路上的嗎 嗯...下面的 為什麼 嗯...上面的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細胞容易獲得食物 還是這個細胞容易獲得食物 底細啊 為什麼 因為底下比較多人 你最新鮮的話應該是上面的 上面獲得什麼樣的食物 嗯... 獲得食物 那時候全世界就只有這麼一顆細胞 難過 沒有別人生命了 第一個生命出現的時候 整個 全地球 第一個生命出現的時候 就是一個細胞 為什麼出現啊 不小心出現 我不知道 肥 那有肥呢 它出現的細胞之後 它在海裡面 我們猜猜猜猜猜 我們猜猜猜猜 為什麼會在路地上 握在海裡面 那叫吃東西 對 那吃東西才能夠長大嘛 吃礦物質啊 請問他在路地上怎麼吃礦物質 啊他不是在海裡面嗎 我只舉個例子 他剛剛說 他眼望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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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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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還可以飄啊 飄飄飄 然後咧 地上有風啊 放吹的凳嗎 還是寫的跟他或者 或者風比不一樣 屁股 我們剛剛講過 水在 把東西加水 有沒有看那個現象是什麼 屁股 把東西加水 放在水裡 這個屁股怎麼回事 把東西放水 把東西放水 會有什麼現象 屁股 你要不要拼 譬如我們把一個 紅墨水滴到水裡面 會染色 染色體 染色體 我沒有學好不好 我跟你同事講 很奇怪 我沒有去泡 好 我們 你剛剛跟他口交過 真的啊 我們把一個水 一杯水 放一個水 第一 鹽掉進去會怎麼樣 會破散 你的鹽淚 或者是你的 鹽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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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不想上 你可以出去了 好不好 因為你這樣子干擾 徐甫 小微被你影響 他全都在聽你上課 都不是聽我上課 耶 那當然我們今天應該聽我上課 如果你覺得這場課不上課 我們現在可是有人想上啊 有人想聽啊 好我要上 我不知道徐武翔不想聽 如果我們現在不想聽 你可以站出去五分鐘再進來 玩玩再進來 沒聽到就算了 好不好 這樣會比較乾脆一點 是不是 如果你現在不想聽的話 你可以跟媽媽講說你不想來上課 就回去了 就不要來了 好不好 不要浪費時間嘛 我講一講 我朋友 你的刷包可能比較好玩 全部都看你的刷包 那我們現在討論的事情 這事情也是你發起的 我們把它討論完 你也沒辦法參與討論 那現在到底怎麼樣 現在要不要討論 要不要討論 不討論就跳過了 好不好 來 讓我們去看說看 這個細胞會比較容易存活嗎 在路上細胞比較容易存活 兩個都差不多啦 我也有問題 兩邊是都有鹽 都有鹽 有空物質 我知道 在水裡面比較容易存活 為什麼 因為呢 在水裡面 它可以飄來飄去 在陸地上它不能移動 然後咧 時間跟飄來飄去沒關係嗎 飄來飄來飄有時候可以湊巧 湊巧就吃到一顆眼 好 問我舉個例好了 我們上次有講過 我一杯水滴一個墨水 墨水會在水裡面怎麼樣 暈的過散 對不對 我這一杯水 這是一杯水 這是一個空杯子 裡面有沙子 我現在滴了一滴 墨水進去 我這個滴了滴墨水進去 去到最後呢 這滴墨水會怎麼樣 是不是散到每個地方去都有墨水 是平均分配掉的 對 在沙子上面滴了一滴墨水 這滴墨水怎麼樣 往下流 只是頂多是往下流而已 射進去而已 然後再到最底下 我如果這邊有一個生命 需要哪個地方會吃到這個 假設我滴墨水不是顏料 滴墨水是一種礦物質 假設這是礦物質 他需要一些礦物質 誰可以得到這個礦物質 右邊 這個可以得到礦物質 那個中沙子的小生命 小細胞 如果在這裡底下的時候 小東西 會不會有礦物 在這裡下會生散癒 可是一般來講不會在最底下 就算在最底下 就算在最底下 它在地球上 地球表面 它不是一個杯子 它是往下滲 對不對 你怎麼在最底下 你沒在最底下 杯子破掉了 我說真正來講 沒有杯子 可是在液體裡面 在液體裡面 任的時間 就算它不用飄來飄去 你任了一個東西 丟進去就擴散了 它會飄過 它自然會擴散過來 沒有 自然會打到細胞旁邊 在細胞這麼濃厚的 它需要的成分 而且 而且細胞分裂也比較好移動為主 沒有錯 因為細胞不要在水面 只有移動 所以這是在液體裡面產生 這生命第一個出現 應該會在液體裡面 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在土裡面會不會卡住 直到這個生命演化 所以它會走路 它在路面上 它比較容易出動 或者它會移動 它容易靠別的地方 譬如它在 譬如它有根 譬如植物 它長出植物長出根 我如果有小植物 我可以長出根 去找水 我有辦法在路向全國 那才會不會演化出植物出來 它不需要走路 那等野化動物 動物它有小 它可以到處走路去找水 那才會辦法移動 在那邊的生活 那好了 那鯨魚 我們剛剛講到鯨魚 鯨魚的野化 鯨魚為什麼要從土地上 它會走回到海裡面去 為什麼 而且它怎麼演化 你看 實在一個演化的過程 是非常非常漫長的 都是經過幾萬年 幾億年 什麼 它不是只有三秒鐘的鯨魚嗎 鯨魚 你這三秒鐘的鯨魚 我不知道 鯨魚 好 這不是我們現在講的 這不是我們現在講的重點 兩種鯨 應該不是這樣的意思 它不會只有三秒鐘 哪一種鯨魚 我知道 哪一種鯨 anyway 都可以 都可以 認了鯨魚 鯨魚 鯨魚 鯨魚應該是有個 可以有個共同的主線 好 譬如說 這個是一種說法 當我們突變發生了之後 突變發生 突變會產生 我們上次有畫過圖 記不記得 我們上次有畫過一個圖 一開始的細胞分裂 它從一個變兩個 兩個變四個 四個變八個分裂 對不對 正常的分裂就是長得一模一樣 知道有一天 有個突變了 它可能因為 細胞分裂的過程當中 剛好被一個打的 啪 到這邊產生電 它讓它分裂 進行突變了 那 正常的細胞也繼續分裂 突變的細胞也會分裂 假設一百個裡面有一個 綠色的 那這比例上是固定的 就會分裂 其實是這個比例 雖然是白色比較多 可是有一天如果這個環境 這個環境 經過一個比較乾燥的環境 太乾了 非常非常乾 沒有水龍 所以我發現現在是 白色的很容易死掉 白色的可能 死了一大半 白色就很容易死掉 不知道為什麼 就很容易死掉 這時候呢 綠色的是不是很容易活下來 綠色如果活下來的話 這座居盤子 這比例上 就是一百比一 這座居盤子是 30比10 比例3比1 所以綠色才變多了 綠色有四分級的綠色 相當於四分級的綠色 四分級的綠色 所以呢 這座居盤子有很突變 而且它適應環境 它可以適應環境 那像我們的蝴蝶也是一樣 譬如蝴蝶 它假設蝴蝶是綠色的 綠色的蝴蝶 它深深都是綠色的 有一天就突變 它變成白色的 好了 在我們這個環境中 綠色的蝴蝶瓶都會被發現 還是白色蝴蝶屟被發現 蘆灯 白色的 對 白色的蝴蝶瓶都會被發現 所以白色蝴蝶被刺掉 還是人物是綠色蝴蝶被刺掉 白色蝶被刺掉 它白色蝶� bah 白色蝶袋不容易被刺掉 這團成不容易除莫 这个图片对他来讲是一种坏事 变成白色蝴蝶变得不容易蝴蝶 可是如果它出变成咖啡色的蝴蝶 比较阴暗的蝴蝶,颜色比较暗的蝴蝶 它跟绿色蝴蝶比起来,哪有绿色蝴蝶? 都不一定啊,你要看他们呆在地上 就差不多 可是有一天,如果有一个干旱 我们这边所有的植物都铺掉了 然后绿色蝴蝶就曝光了 绿色蝴蝶就曝光了嘛,绿色蝴蝶都被发现了 绿色蝴蝶都被吃掉 这时候咖啡色蝴蝶都会存活 所以这时候的突变就要是好事 对,突变对他来讲是好事或坏事 我并不清楚 一定要等个环境再改变的时候才会知道 好不好,OK 有一天我们蝴蝶变得一样 有可能啊,有可能 有一天蝴蝶变得一样 变得一样